第898集 你找我有事吗 楚风一副腼腆的样子 大眼清澈的如同水晶 她泡在岩浆中 清秀的小脸上露出略带害羞的神色 看起来是单纯的像张白纸 如果少女夕在这里 一定会翻白眼 并且鄙视 妆嫩的人最可耻 艾兰呢相当热情 我们精灵族最好客 我在这颗星球上闭关 德西吴兄弟路过这里 自然要招待一番 她表示 想跟楚风结伴而行 一起前往地球 楚风了然 身后跟着的人终于开始出现 作为年轻的超兴天才 怎么可能没有人拉拢羽重视呢 只是 最近她跑得比较快而已 那些人没有追上 虽然心中不悦 但是她也不好拒绝 因为 接下来的路上 估计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 不可能都避开 艾兰转身 在远处等待 楚风走出岩浆池 穿好衣服 跟她一起上路 结果 还没有走进星路 还在这颗星球上 就又有一些人出现了 啊 咱们大家一起上路 前往地球 楚风是来者不惧 再次上路时 形成一支队伍 就这样 她上路了 接连路过一些星球 队伍的规模逐渐臃肿起来 到达七八十人 成分相当复杂 楚风一直在戒备 身上有一件盛气防身 就是那根湛蓝飞毛 是少女夕临时借给她的 楚风 出事了 地球上那头大黑牛 差点被人打死 如果没有溜到轮回丹 肯定行神俱灭了 少女夕 恶暗中传给楚风 这样一则消息 让她惊目 腾得站了起来 她找了一个机会 离开了队伍 悄然跟少女夕会合 而后 更是乘坐飞船 进入太阳中 楚风非常担心 怎么回事啊 捕灭山是妖族的圣地 最近 灵族 西灵族 请了一些妖族的杰出之辈 让他们去东海碰运气 看能否接近迷雾区 并找到捕灭山 结果 有人成功 灵族也跟了上去 险险酿成大祸 还好 黄牛 欧阳 蛤蟆 大老黑他们 发现得及时 驾驭 十艘腐烂大船 全力以赴的 厮杀与决战 妖族的天才被灭 灵族互盗者太厉害 有人躲在岛屿上 起初 未发动 最后 时刻偷袭 结果导致黄牛 欧阳 蛤蟆等人 都遭受重创 伤势最重的是大老黑 鸡脚折短 身体全面均力 而且被腰斩 幸亏黄牛拼命 抢回他的身体 扶下六道轮回单 总算是保住性命 楚风看了看照片 还有视频 不灭山的人损失不小 昆仑大腰中有人陨落 被击杀了 就是武当老宗师 都双臂骨折 磕血不止 能动手的人都动手了 总算借助腐烂大船 将灵族的几位护道者 给灭掉 庆幸的是 灵族与几位妖族天才 想吃毒食 占领那座岛屿 不然的话 带着各族人 满意起进去 后果不堪设想 楚风皱眉 不灭山都不安全了 那里是妖族的圣地 理论上来说 但凡妖族 只要足够杰出 就有可能被选中登岛 关键是 他们确信你不在那里 远发的肆无忌惮 决定先灭掉不灭山 少女夕 将反馈回来的信息 都告诉了她 随后 她又罗列了一些 从地球传回来的照片 东海之上 一艘又一艘大船在出没 挂着旗帜 有蓬莱 方丈 营州的一大批人 他们一条道走到黑 动用一切力量 要灭黄牛等人 这帮反骨仔 跟外星人一起对付 本体进化者 真是不要连于恶心 应该全部灭个干净 海外三仙岛 是当年地球嫡系 留下的蒲丛的后人 结果到了这一世 全都反了 他们认为 跟着仙人的脚步太蠢 而勾结域外势力 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同时 楚风在这些照片中 还看到 无阶神体 周上 灵族的外星体 徐承仙等人 一个个发出璀璨光辉 在东海之上拽悠 这是在寻找不灭山 赌大黑牛 黄牛等人 准备全灭 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的生灵 或坐在驯服的海兽上 或站在大船上 数十上百个道筒 全都出动 在东海搜寻 其中 不乏一些拥有绝世体质的人 比如说 天命仙体 原慈圣体等 也都出现了 再看到不灭岛上 一群人伤残 血淋淋的 楚风心交如焚 恨不得立刻回去 各族 这是在联手 攻打不灭山 要扫平那里 楚风烟能不着急呢 一群朋友都在那里 父母也在岛屿上 通天快递 楚风 很想叫这个冲动公司 直接把他送回地球 可是 又对他们不放心 这家公司太神秘了 有人说 他们古老而悠久 完全不处前十大 也有人说 他们背后 有前十大支持 究竟什么情况 无法证实 你用飞船 坐回地球 无论回怎么办 很多人在关注他 你忽然消失 他也就不存在了 你拿什么合法的身法 进大蒙净土 楚风一阵头大 确实有些不舍 但是他待不下去了 怕黄牛他们出事 放心好了 不灭山那群人 现在有了防备 即便还会有妖族天才 符合条件登岛 也会被第一时间灭掉 况且 短期内 哪里能迅速找到 符合条件的妖族天才 不行 我心中还是不安 楚风忽然抬头 看了一眼少女夕 露出意思 你的双影怎么这么邪性 你想干什么 少女夕警告他 别乱来 不然保证让他后悔 我觉得 你很漂亮 你什么眼神 我西仙子的漂亮 举世皆知 还有你后知后觉的拍马屁 少女夕 扬着雪白的下巴 跟只骄傲的小天鹅似的 我的意思是 咱俩有相似的特质 楚风那可是 一本正经之色 都不带脸红的 呸 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你一只小鬼 跟我比漂亮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 咱们俩都这么的风华绝代 有相似的自信风采 眼神都这么的纯净与清澈 你完全可以假扮我呀 楚风笑容灿烂 越说越是振奋 你在星路上当无轮回 我先回地球去当楚风 打开杀戒 杀得人头滚滚 你可以不慌不忙的上路 沿途欣赏风景 什么嗖主意啊 你说我风华绝代也就罢了 这是事实 可是你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叔 装嫩 你也太可耻了吧 去去去 少刺激我 二十几岁黄金岁月怎么了 怎么就成大叔了 再说 我如今十四岁 比你还嫩 英姿薄发 风华正茂 楚罗莉 你给我去死 两个人差点掐架起来 最终 楚风好话说紧 许给他无尽好处 保证将来将他送回阳间 少女夕 这才勉强同意 然后 楚风动用场域手段 在他的人体山川上 做出各种改变 一个清纯而又漂亮精致的 无轮回出现 同时 楚风也将这种改变容貌的一些 场域步骤 一些符文等 用精神印记的方式 传给少女夕 让他短时间内就可领悟 万一星体出现破绽 他自己能在第一时间弥补 你先别急着用我的飞船上路 咱们先去实验一下 如果没问题 你再走 晚间 楚风躲在远处 时刻关注 前方那家超新客栈轴 传来不小的动静 有门窗碎裂的声音 让他顿时心惊 可是 不久后就又安静了 很快 少女夕用通讯器 给他发消息 告知他 一切顺利 就有一点小意外 精灵族的大美女 艾兰走错房间 差点上他的床 结果 被他一脚踹下床去 真是莫名其妙 自己的房间 还戒不住吗 太傻 楚风一听 先是目瞪口呆 而后垂胸顿足 你走开 让我来 让你来 什么意思 少女夕 支愣着耳朵 听得真切与清楚 问他想干什么 楚风吭吃半天 最后扬天长豪 我想跟他谈一谈 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梦想 聊一聊那些美好的事物 算了 反正已经过去了 不提也罢 你就装吧 早晚遭雷屁 楚风听闻此言 机灵灵打了个冷颤 还真怕引来闪电与雷霆 在他刚进入参霞境界时 就差点杜劫 那次冲关 非常的顺利 与圆满 但是他硬压下来 没敢杜劫 怕在死星上 闹出动静 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结果一直拖延到现在 可惜他现在缺少某种材料 就是那种灵性很强的紫荆 因为他想在杜劫时 制造出大量的紫荆天雷 这东西 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的凶器 这种大杀器 跟杜劫人的实力有关 楚风如果杜劫造就紫荆天雷 不用想也知道 威力 奇大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